浪费了资源 农业是最好的 恢复到古时候 人工种植 那是最健康的 现实 现在所有的有机 现在全部把农产品破坏了 所以这些东西 看到好像它长得很快 长得很肥很大 但是营养价值没有 带来的是疾病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食品 所以农业 我们自己也在做食业 我们在澳洲自己种菜 这个汤匙小镇的时候 自己也有三十亩地 种这个蔬菜水果 那我们完全不用农药 不用花费 完全是这个人工的做法 而且对于这病害虫呢 病害虫发现的 它跟我们人可以沟通 我们可以能够和睦共存 可以和平相处 和平相处 那我这个菜面的时候 我里面画一部分 专门给它吃 画成界限 它很守法 人好处 它就吃那个 你就看这个天跟这边跟这边 那就不一样 这都从中吃的 那边完全不动 古墓树也是如此 我在澳洲种的时候 有几十棵古墓树 那么也指定个六七棵 这是小鸟 你们吃 就专门吃 所以我也不要去包装什么的 这些呢 其次呢 你要给我留的 那不可以吃的 听话 真听话 真听话了 是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们已经实验差不多十年了 确实有这样 十年了 自然龙好 对 分享龙野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操心 给它签订调药 这个结果给你的 这一块我们种的蔬菜 供养你的 其余的时候 你要给我保留 种的比那个有农业化费的 还要好 长得还要好 所以有些那个 这个贩卖蔬菜的时候 到我们那看 这你们怎么种 比别人家都种的好 我就把我说 我们不但是给小鸟 小虫牵羽 我们的蔬菜 菜园里面 树上的时候 都挂这个念佛鸡 它们都是听佛号 生长的 都听佛号去 生长的 所以 这个十年的实验呢 可以让我们对这个产生信心 那动物植物 跟我们都可以交流 它是生物 我们起心动念 它都能感受到 我们爱护它 它也会照顾我们 好的回报 老师刚刚才谈的这个 其实也是台湾这几年 非常流行的 所谓的有机农业 贫荣性的有机农业 发展的状况怎么样 一直在增加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 有人尝试自然农化 感谢观看